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 欢迎收听由链鱼志为您带来的链鱼烟化节目 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歧视、怪事和邪视 欢迎特别小编 我是链鱼烟化老鱼 我是喵喵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链鱼烟化 喵喵你听说过杭州杀契案吗 当然听过 可能有点模糊了这个印象细节 是,因为这个案件确实也是竟然已经到四年前发生的 这时间过得挺快的 今天我们这一期呢 讲的就是杭州杀契案背后的诡异事件 所以这期非常非常顶 我一直把它作为一个专题期来做的 也跟投稿人聊了很多 因为投稿人他的投稿很短 我去不停地跟他挖掘 跟他聊 让他去回忆和一些相关的东西 这期我们不仅会发在B站 也会发在我们的音频平台 对 当然我们会优先发B站 首发B站 那我先简单给大家回顾一下杭州杀契 杭州的来旅士 就是来往的来 他半夜离奇失踪14天 警民联动100人调查发现 惊人的真相 竟然是他的丈夫 也就是这个案件的报案人 许国立亲手杀害了他的老婆 而让他暴露的是什么呢 是在24小时之内 他家里面奇怪的用水量 用了两吨水 但是让我背后发凉的 不仅仅是案件本身的冷血 更是这个案件背后的恐怖诡异事件 我估计这个事应该是我们首发 不见得是独家 但应该是首发 那我们先回顾这个案件 就这个开端 杭州杀契碎尸案的开端 是一件离奇的失踪案件 它是以失踪先起来的 起因是在2020年的7月5号 杭州的许国立的妻子来会立 一夜之间从家里面离奇失踪了 但是小区的监控只拍到 乃女士回家的画面 在监控很齐全的这个小区 它是怎么消失的 又是去了哪呢 现在监控这么完善 对吧 哪哪都有监控 这怎么可能平白无故的消失呢 那下面先介绍一下 案件的两个主要人物 莱惠丽这个女士呢 她是杭州人 1969年出生 案发的时候53岁 身高1米58 她在案发前是做保洁工作的 在一个会计事务所 单位离家很近 只有两公里 可以说是为人和善 家庭和睦 社交也很简单 基本上就是工作和家庭两点一线 而这个报案人 也是凶手 许国立 是她的第二任丈夫 1965年出生 比她大四岁 18岁当了三联兵 在福建住房 最开始网传 她是侦察兵 但后来证实是周桥兵 周桥兵是一种工程兵种 负责修桥 要是侦察兵 可得不得了 一般侦察兵 都是特别牛逼的那些人 才能去当的 从1987年开始 许国立先后在多地卖鸭子 她不是说是卖熟食 她是做养鸭厂 但可能也是 自己的经营方面 有一些问题 她其实亏得还蛮厉害的 没赚钱 对 这个时候其实 许国立还是跟她的第一任妻子在一起的 而为什么她会跟莱吕氏发生关联 是因为莱吕氏是她早年的初恋 白月光 但是因为当时她也是以租客的身份 租莱吕氏家的房子 然后就这么在一起一段时间 但是呢 莱吕氏的父亲觉得 穷小子配不上 棒打鸳鸯 哦 她就不得已 就两人就分开了嘛 那人尽中年之后呢 这个两人再次机缘巧合 相见了 相见了之后 这个莱吕氏自然是对自己的初恋情人 还是心深情愫的 就帮她资助了一些 让她度过了难关 也就是在这个羊鸭场做失败的时候 帮她度过去了 正好到了2010年的时候 上海征用鸭棚的这个地皮 因此许国立获得了百万的补偿金 日子也就越过越好 那之后呢 她日子过好了嘛 自然就有一些想法了 就和她的结发妻子离婚了 和这个莱吕氏算是 怎么说呢 续上了 续上了 对 到了2018年 她和她的妻子 也就是许国立和莱吕氏 两个人都到了杭州生活 除了炒股呢 也没什么固定收入啊 大概过了半年时间 这个许国立开始开网约车了 而案发的这段时间 她是一家企业的货车司机 所以其实这两个人有点 都算混内出轨吧 嗯 对吧 OK 我们回到案情啊 7月4号 2020年的7月4号 下午5点10分 莱惠利最后一次出现在 电梯里面的监控中 她是带着小女儿 也就是她和许国立的女儿 从银泰百货 杭州 庆春店 买书和蛋糕回来 两人在电梯里面 有时候有效的 完全没有异装 到了7月5号 莱惠利就失踪了 据许国立报案的描述称啊 晚上12点半的时候 她起床上厕所的时候 发现妻子还在身边 但是到了5点半的时候 等她再起床的时候 老婆不见了 嗯 她是这么跟警察说的 她以为自己妻子有事临时外出 所以也没太在意 但是在接受了媒体采访时 许国立又称 以前妻子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 她还说 妻子失踪的时候 穿着黑色的吊带睡衣 和一双黑鞋子 并且确定是没有带身份认和手机的 一直等到中午 甚至到了半晚 妻子都没有回家 也没有通知自己和女儿 晚上也没回来 第二天 也就是7月6号 莱惠利的单位打了电话说 哎 这个莱惠利怎么没来上班呀 家里面就感觉到蹊跷了 所以在7月6号晚上8点07分 莱惠利的大女儿余某 向杭州市公安局江甘分局 司机清派出所报案求助 当时是以人口失踪报的警 那莱惠利一家呢 居住在三宝北院小区 是当地的回迁小区 其中她住在4号楼 这个单元楼呢 有18层 整个小区内部有96个监控 外围监控更是多达上千个 蹊跷的是 小区的所有监控 都没有留下任何莱惠利失踪的痕迹 那莱惠利最后一次出现在监控中 也就是之前说的电梯监控中了 就是她跟女儿回家的那个画面 那警方找了很多天都没有发现线索呀 于是将这个案件移交给了江甘分局进行处理 7月19号 莱惠利失踪的第14天 警方成立了专案组进行调查 同时杭州警方组织全市100多名警地 对小区的6栋单元楼379户人家和1075户住户 进行了走访和询问 大规模 是是 因为毕竟是在监控底下失踪的 对 如果是10年前 可能这个事情就搁置了 但是如今2020年 这么发达的监控网络 怎么有这个事情呢 他们详细记录了重点的时间段的活动情况 之后警方还搜索了小区的地下室楼顶 查看了地井 电梯井 储水箱 以及整栋住户的冰箱 保险柜 全部查过了 因为警方已经觉得事情不对了 对 他是能藏这个的都给搜了 对 往这方面去发展了 并且派出了警犬对小区的池塘公园进行了搜查 前后一共开展了四次地毯式的排查 但是检查都没有发现来回力 来回力的家手呢 则是在小区内外张贴了大量的巡人骑士 整个小区的每一个角落全部搜查过了 依旧是没有任何发现 其实看到这儿的时候 我也充满了安全感 在咱们国家 一个人失踪 会有这么大的警力来帮着做这个事 对 也就是这个时候 警方发现了一个可疑的地方 就是来回力失踪的当天 他家用了两吨的自来水 于是呢 在7月22号到23号 警方历经了25个小时 抽干了事发楼道的化粪池 抽出了38车粪水 民警们穿上防护服 对所有粪水进行了冲洗筛查 经DNA对比 发现失踪者来回力的人体组织 果然 判断说应该就是遇害了 而且基本确定了是丈夫 许国立的作案嫌疑 到了23号 也就是来回力失踪的第18天 警方发出通报 说乃律师已经遇害了 其丈夫许国立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已经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到了警局 警方很快就突破了嫌疑人的口供 据这个许国立啊 他供认说7月4号晚上 这个我在我妻子的睡前牛奶中 加了安眠药 等他昏睡之后呢 用胶带把他口鼻封住 用枕头焖死了妻子 之后呢 他非常残忍地将妻子的尸体 搬到了卫生间 用事先准备好的美工刀和切割机等工具 将尸体进行了肢解 并且将尸体分散抛弃 部分组织通过马桶冲入了花粉池 这就是整个案件的经过 也是真的非常残忍和冷血的这种行为 是啊 我觉得这种人估计是精神有很大问题 正常人 你这种事情 你让我分尸一只活的鸡 我都会心里面会不舒服 不用尝试理解这种 对对对是 OK那我们说完案情之后 我说我做到的几个投稿 投稿人叫我们称呼他豆豆 他说这件事情是他亲身经历的 因为大家经历过刚才我说的这么多案情 自然就立刻联想到 他的事情跟咱们案件有关了 但是我当时收投稿的时候 我并没有意识到相关性 对 你让说什么杭州沙漆案 或者乃履市这种关键词 我是能get到的 但他当时说的是小区的名字 我是没反应过来的 他说2020年的7月初 他在恒州 那个时候他的工作是剧组的临时场季 他主要负责的是打板和记录镜头 当时呢 这个戏家拍戏的地方 离他住的地方不远 因此那一个星期 他都是凌晨结束拍摄之后 直接回来家 他住的就是恒州的三宝北原小区 豆豆呢租了一个合租房 有四间卧室和一个客厅卫生间 卧室我们分别用1235进行标号 他是说 其实这个标号就是房东给的标号 为的就是避讳啊 没有四号房间 整个房子呢 呈L型 五号是拐角的客厅 他住的是三号房间 隔壁的五号房呢 住着两个女生 应该是关系很好的两个闺蜜 而另外两间房是空着的 那没想到的是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他说那天自己下班 到家已经凌晨两点多了 开门 也就是走这个L型走廊的时候 他说走廊的尽头 就是自己的房间嘛 也就是那个三号房 那五号楼这边拐角啊 都是客厅 他一开门 就听见两个女生的尖叫声 响彻了整个房子 瞎着 诶 但是又不对 他说这个声音 虽然是从五号房间里面传出来的 但是这个声音啊 像是没有通过声带 直接从喉咙里面发出的嘶吼声 他还给我模仿了一下 就有点介于呼迈和小猫咪 对你哈的那个声音 就没有利用声带的那种声音 好诡异 好奇怪 自然逗逗当时也是吓到了 他作为一个男生 就有点百无禁忌的感觉啊 他就赶紧去敲那个那对女生的门 怕里面出什么事 他敲了两声之后呢 里面的声音戛然而止 而整个房间安静的 只能听到逗逗自己的呼吸声 他继续问 你们有没有事啊 刚才有奇怪的声音 你们在叫吗 里面还是安静的 也不开门 也不开门 也没有回应 他以为没什么事 就回房睡觉了 睡了差不多两三个小时 天蒙蒙亮的时候 卧室里面 传来了很多人的声音 很多人 对 他被吵醒了 打开门一看 还真有几个人 应该是那两个女生的亲戚朋友 或者说是搬家公司之类的 他们在干嘛呢 在打包东西 他就问其中一个大叔啊 怎么个事 发生什么事了 大叔回答说 小伙子 不好意思吵到你啊 没你什么事 你回去睡吧 也不告诉他 也不说 他说这个大叔啊 面目挺和善的 说话也挺客气的 逗逗就没在意嘛 也就回屋睡觉了 但他转身的瞬间 还是好奇的 瞥了一眼隔壁的房间 透过那个打开不大的门缝 他能看见啊 墙壁上密密麻麻的爪子印 啊 爪子印记 他这里说 这个印记啊 或者手印啊 是从石灰那一层啊 直接透到水泥那一层的 看着密集恐惧症都要犯 他记得自己租房的时候 特意看过所有的房间 这个房间之前 绝对是没有这个印记的 那当天呢 他也没办法嘛 他也不能说我介入他们 我问问他们干嘛什么的 多管 他也不能多玩些事 就自己回到房间里面 继续睡了 之后的那一个星期 逗逗都没能睡好觉 每天都被鬼压床 但他毕竟工作是拍戏 所以他觉得可能是 自己工作太累了 压力大 直到有一天 他回去躺在床上玩手机 门是开着透气的 隐隐约约 从客厅里面听到了 高跟鞋的声音 他说由于自己的房间 是在拐角处 因此看不到客厅 多多就有点害怕了 直接把门给关上了 他记得 关上之后 这个高跟鞋声 一直走到了自己的门口 并且有一个影子 透过门缝 被他看到 是个人的影子 那停了好一会儿呢 这个影子突然消失了 连同的这个高跟鞋的声音 也没有了 豆豆只能安慰自己说 估计是新来的住户吧 反正这种公租房嘛 他自己也不知道具体的情况 慢慢的他就累了 开着灯睡着了 那一个晚上 没有做梦 但是他感觉到 身上越来越重 越来越喘不过气 好像跟前几天的鬼压床 不太一样 他看得到 房间里面虽然很黑 但是好像自己身上 像一个人一样的东西压着 而且这个东西很重 有实感 当时豆豆的状态是 双手被钳住了 但是手指还能动 并且他看到 自己头朝的那个墙那边 伸出来一双很细很小的手 在摸它 感觉很粗糙 他瞬间意识到 隔壁不就是那两个女生 住的房间吗 豆豆是浑身冒冷汗 但是他毕竟是 血气方刚的大小伙子 他说自己也有心理准备 心一横 用尽全身力气挣扎 能动的瞬间 一下子就把被子给掀开了 转手开灯 房间里面什么都没有 只是豆豆突然意识到 一件让他寒毛直竖的事情 就是他有个习惯 睡觉是不拉窗帘的 这样早上的光亮 能把它给照醒 那豆豆刚才在关灯的时候 在窗台上好像看到了一张脸 雪白的人脸 但豆豆这儿毕竟不是一楼 他就意识到 这事不对了 对啊 他缓缓地向窗边移动 什么都没有 只有窗户是开着的 他记得 晚上为了防止客厅冷气的泄露 明明是把窗户关起来的呀 此时怎么开了 他就感觉到 哦估计是遇到不干净的东西了 看了一眼时间 凌晨四点 他立刻联系朋友 准备到朋友家借宿一宿 并且呢 他也很快啊 凌晨四点钟给中介发微信 说我要退租 住不了了 对 哪怕这个押金跟租金不要了 我也要退 对 一直到后来 他离开了这个小区 倒霉事 还是接连不断 先是他遇到了传销 被骗了一些钱 之后呢 他每个星期都去林影寺 求了很多手串 但是 那为什么求很多手串 你能get到吗 我get不到 因为会断 哦就坏了再换 对啊 他为什么求很 他不是说一口气求十个 他是 我求了一个坏了 我再求一个 又坏了 我再求一个 又坏了 我再求一个 哦这样这样 对 一直到21年的春天 他的气运才慢慢的好起来 豆豆最后说 隔壁两个女租客 他并没有对方的微信 但是后来呢 他跟朋友说了这个事情 那个朋友刚好是认识这两个女生的 哦 朋友跟豆豆说 这两个女生是安徽人 同乡不同镇 他们为什么离开 是因为那段时间 他们都出现了梦游的状况 不过梦游的很奇怪 他们会在半夜 整个人从平躺的状态 不借助任何外力 直接站立起来 立起来同时自己就醒了 多恐怖啊 是哦 后来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 反正就是搬走了嘛 到了2020年7月中旬的时候 豆豆那个时候呢 还没有退出业主群 就发现群里面炸锅了 为什么呢 因为豆豆发现啊 自己楼上就是当年的杭州沙契案那一家 他住在下面 但我不知道是正下方还是说 又隔了几户 而灵异事件发生的那几天呢 好像和案件发生的时间是对得上 我靠你得吓死了 回忆起来 确实贼可怕 还好是当时不知道 所以我跟豆豆有聊过一些东西 我觉得有一点蛮恐怖的 就是有可能你住在下面 当时这个冷血杀人 许国立他碎尸 然后在马桶里面冲掉的一些组织 会顺着下水道经过豆豆他们家 这一点让我特别不能接受 因为你知道下水管道 它是这么设计的 有一条管道是主管道 它是不会到家里面的 但如果你这个房子比较老 或者像 我看他们这个小区 好像是有点那种拆迁安置房性质 他说是分迁房 那他的下水道的设置 如果很传统的话 确实那根管子 有可能在某些住户的家里面经过 对 就特别可怕 以前很多老房子是这样的 对 跟大管子吗 我那边的房子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每天早上 我能听到楼上人上厕所的动静 对 有东西冲下来 最可怕的还有一点在于 我想到了就是 我当时脑火的事 为什么有手印呢 因为是有手印冲下来 所以那个女生房子里面 全是手印 密密码的手印 而且可能也是因为这种原因 那两个女生 在某一天晚上 遇到了真的是难以名状的恐怖 她们才会喊得那么大声 是 不管如何 我们也真的希望 逗逗还是那两个女生都能平安顺遂 以及这些案件真的是 少发生 只能这么说了 好 那第一个稿子到这边 OK 好 今天第二个故事 也是咱们B站老朋友 萧逼宰志 是他 我就知道这样萧 对 估计他也烦了 他让我们喊他手秋了 他一共投了三个稿子 然后估计是 他觉得我的网名也不敢 但是老这么喊也不好 喊小秋 咱们小秋 上来先介绍了一下背景 他是一个九五后 小时候一直是跟爷奶奶住乡家的 后来上了小学之后 才和他爸妈一起住 那时候小时候住的是个 他说是四层小楼 属于是很有年代感那种破烂的红砖楼房 那每层楼最左右两边是一个公共阳台 每家都可以在上面晒些衣服 晒些什么干货什么的 然后每层最中间就是楼梯 楼梯间也没有任何灯什么的 按他的描述来说就是很破烂的一栋楼 这里他发了三张他这个楼的图 可以看一下 确实挺破旧的 对 因为小学开始已经不和爷奶住了 所以家里面每周日中午都会去爷爷家吃个午饭 聚一下 下午再回家 那故事就发生在其中的一个周日 小秋回忆大概是他上小学二三年级样子 那时候家里也不算富裕 也没有什么电视看 每家每户住很近 所以他从小可以说是整栋楼的叔叔阿姨 爷奶奶们串着门见证着长大的 胡同串子 每家呢也是认识也经常见面 那咱们小秋那天中午实在是无聊 你爸妈中午下班回来再接自己呢 还要一段时间 小秋啊就早早去喊了小伙伴来瞎楼玩 自己呢先跑到楼下等着 正在这个楼下蹦蹦跳跳提石子说 突然小秋感觉脑袋上面传来了一个沧桑沙哑的声音 就喊小秋小秋 我那学的不好 他说因为这个声音啊莫名有股阴森的感觉 自己直接被吓一跳 抬头往声音方向去看 发现是二楼阳台那边站了个老奶奶 戴着一个脏兮兮的帽子 伸着头继续就问 小秋是你吗 熟人 小秋说他当时发动这个脑袋里面能想到所有的奶奶 最后啊确认这个奶奶根本就不是这栋楼里面 他还有点可爱发动所有奶奶 对这栋楼里面奶奶我都认识 不是这里面的 那咱们小秋没敢回答他 死死就盯着这个奶奶 直到他笑着说出了 嗯 小秋 你接着我 我跳下去 啊 啊是吧 我也啊了听 看到这边 他不是小孩子吗 他这咋接啊 不 你舅俩成年人也没这么玩的 哦对是啊 这老太太可能不太正常 那咱们头管人自然是被吓跑了呀 嗯 头也不敢回一口气跑到这个小区大门口 门口晒太阳的这个熟人爷爷 看他气喘吁吁的还关心的问了一只 但当时小秋已经被吓蒙了 还没法阻止语言 就一直在大门口等着爸妈来接自己吃饭去 嗯 吃完饭之后呢 爸妈正常把小秋给送回家了 并且啊 他们也准备上楼午休一会儿 那刚到楼下就发现周围围满了人 爸妈就去问出什么事了 对 旁边人说 今天中午有个老太太从二楼跳下去了 头着地直接死了 啊 就是那个要接着自己的老太太 我估计也是啊 咱们小秋说 她真的跳了 我去 那这是第一故事啊 嗯 因为发生在小时候 其实当时小秋也只是做了几个月的噩梦 也只是 这做了几个月噩梦可不少 对 是啊 原本呢也没有发生什么灵异事件 但12岁那年发生了一件 她至今都记得了事情 嗯 那时候呢 初中高中没有什么业余爱好 她就喜欢唱歌 但自己是属于网上互相不认识 还稍微大胆一点 现实中啊 话都不敢说的爱人 那不是跟你一样吗 就网络上中全出自 网络野人 现实爱人 可是网络上也爱人啊 所以那时候有一款软件 好像家有什么KMI什么的 嗯 她说这个软件现在肯定是没了 就可以像KTV一样 点歌排队唱 哦 那时候呢 在网上认识了几个小伙伴 每天晚上都会自己窝在卧室里面 一直唱到睡觉时间 嗯 她印象很深啊 那天自己点了一首许松的认错 因为那个年代三巨头很火嘛 然后也算是自己比较熟练一首歌了 可那天不一样 当伴奏播放到这个副歌部分 也就是她说啊 歌词是全是我的错 现在认错也没有用的时候 耳机里面炸出了一声女人的惨叫 惨叫 她说没错 就是惨叫 那声音怎么形容呢 Lost Rivers这首歌最大声音的部分 Lost Rivers这首歌绝对是 这炸耳朵 震楼神器 是 然后没完啊 用战损脉再拉到最大声 这种突然迸发出来的声音 吓死了 小秋当时戴着耳机嘛 直接吓着把耳机一拔了 直接甩飞了 嗯 惊恐的就盯着这手机 手机上依然是正常放置伴奏 大家也是正常在这个房间里面互动 啊 当看到有人问 怎么不唱啊 自己才惊恐的重新插上耳机 暂停伴奏 颤抖的就问他们 你们刚才没有听到这个杂音吗 他用的是杂音这个杂音 嗯 很大的杂音 他们说 没有没有 都没有听到 就小秋自己听到了 那小秋也是不信息啊 嗯 想着估计是歌曲问题 或者是网络卡顿问题 对 再次点了这个伴奏 并且让他从头放到尾 好在是啊 这个惨叫声再也没有出现过 哦 那最后也是小秋觉得 那个声音实在太深刻了 直到他收听了咱们节目 他才突然想到 这个惨叫声 好像就像之前那个老奶奶 沙哑 阴森的声音 我去就等于说 这个老奶奶一直跟着他 那这网 故事结束了啊 哦 那网坏了想 怎么这么想 啊 小逼宅迟 你在门口挂点艾草 小秋小秋 小秋小秋 这这气想起来好恐怖 他那个是不是小时候 什么一二年级的时候发生的吗 嗯 那他现在十二三岁 那岂不是五六年 一直跟着 啊 咱们别这么想问题了好吗 啊 说不定就是网卡 啊 是 说不定就是网卡 但是你也注意身体健康啥的 我操 我又想起来上次我们录音那个四吼声 哦 那你 你门外的 你窗外的吗 哎呦 你四楼窗外的吗 然后我也没听到 应该没有缠着我 可能吼给你听的 就我就出事 你就无所谓是吧 不是 你投铁吗 别闹啊 好吧 这次祝我和小秋一起平安 对对 祝你们两人都平安 好好好 这故事到这边 好嘞 好今天第三个稿子呢 我这边的科夫奥投稿 也是最近投的 叫KIDDOF 我们称呼他为K先生 一般我们B站是 这个稿子是不好说 这个音频是排队 正常排队 因为B站和音频是分开来的 对 适用在B站的稿子 音频可能不会太适用 所以我们是分开来的 大家不要说他插队啥的 钱也少去知识正体 K先生的这个事情 是18年11假期发生的 当时他跟发小出去旅游 因为两个人是那种 说走就走 许微唱起蓝莲花 就上午决定 下午就到机场 对对对 正好又赶上这个旅游高峰期 11嘛 他们只能选择跟团 去普及岛 为啥跟团啊 因为这个K先生 跟客户有一点关系 然后拿到了这个旅行社 里面的优惠 还是个5A级别的旅行社 当他们抵达普及的时间呢 已经到了晚上11点多了 他们记得啊 下榻的第一个酒店 在攀崖湾 攀是攀灯的攀 牙是牙齿的牙 他说离机场很远 自己乘车到达酒店的时候 已经是凌晨一点了 好在是这个酒店环境 还是不错的 他后来查询过了 这个酒店是一个什么 综艺在这边取过景 叫我们相爱吧 那综艺节我看的比较少 他说啊 这边住的楼房 格局是那种老式宿舍楼 被分成几栋 单排的房间 电梯在正中央 走廊是半路天的 楼两端呢 留有布梯 就非常的那种 它不光是我感觉 东南亚这种风格 可能夏威夷也有这种风格 对 很海滩的这种感觉 很漂亮 当时咱们这个K先生啊 住的是13号楼 二层最边的房间 一般情况下 自己是不住最边房的 边房是尾房吗 不一定 是吧 对 不一定 因为你如果是一个单独的楼 其实边房它 你可以理解为尾房 但是它有两边都有嘛 可能是入口处 对对对 由于当时啊 时间已经很晚了 前厅 大堂和柱楼又是分开的 彼此之间走路还挺远的 调房子比较麻烦 他们两个男生嘛 也没多心 他就跟发小呢 直接拿着这个房卡 刷卡进去了 第一个晚上 一切安好 等第二天 他们跑完行程 导游让大家休整一下 说我们没有安排晚上的活动 所以大家六点钟回到这个酒店呢 就自行解决啊 该想出去玩出去玩 不想出去玩就休息 因为这个酒店有点偏僻 出门呢 有点不方便 所以大部分的这个团游啊 都选择留在酒店里面休息 K先生和他的发小也不例外 灵异事件就此开始 哦 七点多的时候 他俩各自躺在床上玩手机 看电视 K先生睡的是阳台的那边 发小呢 睡的是靠近门口 和卫生间的那张 过了不一会儿啊 他发小就睡着了 于是呢 K先生把这个电视音量 调到很小 然后继续玩手机 就电视充当背景音了 时间一直到了晚上八点钟 突然传来了门铃声 哦 来了 他就下床去看 对 就像你说的一样 来了 K先生记得 自己当时从猫眼往外看 是没有人的 于是呢 他就打开了一条门缝 向走廊里面望去 哎 也没有人 他就想估计是外面有闭火 爬过这个门铃暗岛了 这个 毕竟是热带 对 但是在我们这个 就是习惯的这种设想里面 还是挺奇妙的 是 是 那他也没多想啊 就直接把门关长回床睡觉去了 继续躺在那边 先耍会儿手机 准备再看会儿电视就睡了 嗯 十点多的时候 又传来了两声 很清脆的敲门声 他说这个声音啊 大到 发小都被敲醒了 哦 就问他说 哎 有人敲门吧 K先生下床赶紧去门这边查看 他说 自己从下床到门口 不过十秒钟的时间 跟之前一样的 他也是先透过猫眼望过去 还是没人 他这次直接把门打开了 出去站到走廊上看 依旧是没有人 包括门前的那个布梯上面 也没有人 甚至是走廊 乃至电梯附近 压根都没有任何脚步声 嗯 K先生说 要知道这里的服务员和游客 基本不是脱鞋就是凉鞋 不可能走路不出声音的 嗯 哪怕你走远了 也不至于完全安静 这个时候 他心里面就觉得 有点诡异了 不对了 对 回房之后呢 发小就问他 哎 怎么了 K先生把这个事情 完完整整 前前后后的都告诉了发小 嗯 这个发小 胆子不太行 他被吓得不轻 也是从这晚开始 连续的几件怪事 都发生在发小身上 啊 哦 这个 这是 专欺负胆小的 对 对 其实你发现了吗 你在害怕的时候 你反倒是弱了 然后你就容易被欺负了 那K先生他们的第二天行程啊 其实应该是第三天啊 他们旅游的第三天 嗯 他是去拜四面佛 开始一切正常 发小 拜到最后一面佛的时候 突然发现手里面多出了一根香 啊 他说可能没去过 泰国人不知道啊 泰国人其实对拜佛很谨慎的 给到游客的香是不会出错的 严格 嗯 总共就12根 也就是你一面佛 你拜三根 三根 对 一般人上香呢 也不会数错 事后呢 这个发小给导游说了情况 导游很负责 挨个找团友问了 结果整个旅游团 只有发小出现了这个情况 嗯 临行前一晚 他们安排的是成人表演 就是你自己选择去或者不去 那K先生没去 发小去了 结果 他是被人抬着回酒店 啊 什么情况 据说啊 在表演过程中 发小先是听到了小孩子的哭泣声 他说 问题是无论台上还是台下 都没小孩子 你记住这是成人表演 对啊 他就问身边的团友说 哎 你们有没有听到这个小孩子的哭声啊 所有人都说没听到 所以整个表演过程中 发小都心虚不宁的 但他也不敢独自提前离场 硬是挨到了这个表演结束 嗯 才走 结果是他刚出这个秀场门 就不小心踩到了一个小小的红色的塑料凳 然后割伤了脚踝 流了特别多的血 哎呦 这真惨 对 可怜的发小呢 就只能在房间里面养伤了 还好啊 他们没几天就离开泰国了 当时呢 K先生给当地的导游 塞了个红包 就给那个落地导游塞了个红包 问出了一些事情 比方说他们住的这个酒店 虽然在04年是没有受到海啸摧残的 但是因为当时条件有限 这个酒店呢 被设置成临时的停尸地点 哇靠 他说也就是说 他们住的这些房间 可能之前都堆放过上百具尸体 哇靠 就是因为这个情况太特殊了 我没有把酒店名字腻掉 一开始 他也给我们发了很多这个酒店的一些照片啊 还有他们入住信息 我会把K先生的个人资料码掉之后 大家可以看一下 躲着点啊 以后 真是的 这个酒店别去了 对别去别去 跟皮皮岛一样 皮皮岛那时候投稿 投稿人没给我们说具体的 但是这个就 对吧 嗯 皮皮岛那期很多后台问我 好像是哪家之类的呗 对 投稿人没说我也不知道啊 那没事 那个投稿人我应该能找得到 我再去问问看 如果他能回我的话 对 行 那今天就这么多 好 感谢大家对联系化的支持和关注 一样的 如果说你有一些事在里说的 歧视怪事和邪视 欢迎继续给我们投稿 任何一个能力下到的平台 都能发来投稿 下期见 拜拜 拜拜